上世纪90年代 大陆开发浦东的号角 吹响了海峡两岸 人在台湾的林德旺怦然心动 毅然放弃了岛内的水电工程事业 选择登陆发展 他先后在上海 湖南 推广过台湾美食 农业技术 最终情定昆明 娶妻生子 安家落户 20年来 大陆崛起叠变 清理这一历程的林德旺坚信 只有中国共产党 才能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 为此 林德旺始至推动两岸交流 在深绿的台南 建立起了台湾人民共产党 勇敢喊出祖国统一 今天的大陆寄行 我们一起到昆明 听听林德旺的故事 你好 喂 老刘 你好 现在大家都担心那个停水停电 又加上那个疫情严重 昨天一下大雨 一些那个网络都断掉了 我们家的网络已经断掉了 来到林德旺家中 他正与妻子视频聊天 林德旺说 自去年疫情发生后 自己曾多次往来两岸 无论是北京 上海 还是厦门 疫情防控措施都非常到位 让人很安心 他自己已经在大陆 接种了新冠疫苗 也非常放心 如今 妻子人在台南 岛内缺疫苗 又时常停水 断电 断网络 反而让他多了几分担心 在台湾的疫苗 要到今年12月份 才达到6%的人 我听了我就会怕怕的 还是第一季 林德旺的妻子是云南人 说起两人的结缘 还颇有故事 1996年 正是台湾前焉剿木的年代 但看准大陆改革开放的机会 林德旺毅然放弃 岛内的水电工程事业 支声前往上海 开设美食公司 2000年起 他先后转战 湖南永州 云南昆明 推广台湾五子西瓜 黑美人西瓜 和漂浮育苗机制 期间 他结识了太太刘作勋 志同道合的两人 一起打拼 他准大陆发展节拍 事业越做越红火 经过了这20年来 大陆的进步 一年一小变 三年一大变 带动了大陆 伦敏生活水准的提高 或者幸福的日子 现在大陆已经超过台湾很多了 林德旺感叹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正在一步步实现 而这一切 皆因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祖国 现在 今年已经完成 完成这个服务品 让百姓 能够进步发展起来 这一块我就感受非常年多 大陆的发展 日新月异 然而岛内绿营 却玻璃心作祟 妄图以政治操作 割裂两岸联系 看到这些 林德旺非常担忧 因为他深知 只有加深两岸交流 台湾才会好 他知道 自己必须有所行动了 2014年 林德旺开着挂有大陆号牌 云A378TW的奔驰车 在岛内展开自驾之旅 为期三个月 引发两岸关注 主人就是他 台南市大洞山两岸交流协会的 李市长林德旺 一切按照合法程序 并没有给予特权 因为手续齐全 绿营媒体虽然跳脚攻击 但是台湾执法单位 根本就无法开罚 一切都是合法的 能够在台湾行驶 同时在台湾三个月的 自驾车友 回到我们云南昆明 完成这一次的中国梦 今年来 林德旺频繁往返两岸 参加海峡论坛 云台会等两岸交流活动 他说总有一些事 要有人去尝试 2017年 他退出国民党 在南台湾 创办了台湾人民共产党 发动党员在南台湾 勇敢地喊出 九二共识 祖国统一 中国共产党 带领了我们中国人 从站起来 到命起来 到强起来 这么一个重要的阶段 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 我们真的要感谢共产党 主要你承认一个中国 本来就是一家人 大家说中国人 是不是 那因为是现在民进党在这个宣传上做了很大的功夫 而且年轻人他根本不懂 反台湾 反台湾 在绿营眼中 共产党 五星红旗等眼下依然是敏感话题 不过林德旺表示 共产党能发展经济 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单凭这一点 他就要大声支持 他说 虽然台湾人民共产党的党员目前还不多 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两岸统一一定能够实现